上期我们收到胡亮平拿出来高月亮的三张照片 本以为老师会因此感到羞愧 没想到吴老师会出面解围 两人一唱一和就给轻松的化解了 不过这照片田姑父也有一份 于是就跟沙瑞金分析这到底是谁放出来的 那接下来就跟随剧情解开这个谜题 当然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电视剧了 所以我就尽量弱化剧情介绍 着重分析你可能没理解或者没看懂的地方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正是孙连城被迫去少年宫的时候 同时李达康也借助孙连城得到了沙瑞金的认可 就这一段李达康的表演非常精彩 我说的就是剧中人物的表演 并不是说现实演员的演技 那李达康表演是给谁看的呢 很明显沙瑞金北 而且沙数据看完非常满意 但这只是奇异 还有另外一点 那就是这段视频是要被发到网上的 白秘书还说一定会火 那这段表演就是一键双雕 怎么个一键双雕呢 第一 沙瑞金发现窗口迟迟没有整改 李达康作为市委书记 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必须要拿出一个鲜明的态度和整改手段 杜绝以后这种事情再发生 不然没法跟沙数据和省委交代 李达康就利用这次机会拿孙连城开刀 之后顺利成章的得到沙瑞金的信任和赏识 那沙瑞金满意吗 事实证明非常满意 像李达康这样的干部 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成长起来的 想干事 而且事实证明他能干事 他们最恨的就是像孙连城那样的官奋 所以你就让李达康在荆州搞干部召回市点 我知道他会比我干的更精彩 第二点就是这段视频是要被直接发到网上的 汉东省的老百姓肯定会看到 这就厉害了 本来汉东省的政治环境就乌烟瘴气 老百姓对当地政府肯定没什么好感 甚至一提到就会骂娘 这段视频发出来 老百姓的态度就会有所转变 甚至看到兰政官员被开除党籍还会拍手叫好 他们可不懂什么政治谋略政治手段 反正能打掉这些不作为兰政的官员 比什么都大快人心 那这是谁的功劳呢 李达康吗 当然不是 这是沙瑞金的功劳 汉东省三十年来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沙瑞金来了三个月就如此振奋人性 这就相当于是青天大老爷来了 那这对沙瑞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政绩啊 而且这政绩并不是沙瑞金主动要表现的 而是李达康上交的 只一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还不明白我再说了透一点 大家看就在这个回楼班上 后面为什么还架设了一台录像机 如果不是李达康默许 或者是他指示 谁又敢把这样的视频发到网上呢 要是李达康不知情 那视频能发出来就非常的不符合常理 因为像这样的会议对外都是严格保密的 一旦散布出来影响会非常恶劣 荆州可是省会城市啊 这不仅会让荆州本地的官员出丑 甚至还会让省委的高官颜面扫地 但这却不会影响到沙瑞金 人家是新来的 而恰恰因为他是新来的 那这段视频反而就成了他的加分享 老百姓会称赞新来的省委书记 正在大力的整肃刚技 是个有作为敢作为的好官 如果这段视频 沙瑞金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赞扬 那这份政绩有可能也会传到中央 那以后沙瑞金再想进步 这也算是一小块敲门砖 别忘了此次官员召回在荆州市只是试点 效果好肯定会全省实施的 不过仅凭这点业绩是很难再进一步的 最主要的还得是要把汉东省的经济搞上去 这是硬性条件 也是必须条件 因为这关系到底层人民的切身利益 所以经济发展必须是一个地区 或者是一个省的重中之重 那站在沙瑞金的立场上来看 如果相告经济 他一个人肯定不行 得需要结实的左膀右臂 也就是得力干将 谁是得力干将呢 一学习算一个 但最主要的还得是李达康 李达康这个人在官场上可能没人喜欢 不过要论有能力 能做出重大成绩 全局中李达康必须排在地位 还有隐晦的一点 就是李达康会找替身 他手里掌握的都是几百亿的项目 项目中又有那么多的利益输送 要说一点事没有 那完全不可能 但出事了 李达康也是甩锅的好手 虽然这种做法 贝利利可能会被人骂 但不得不说 这也算是李达康的政治智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沙瑞金一开始就要报李达康的原因 不过 沙瑞金是不会让李达康 再如此霸道下去的 后面的多次敲打和单独谈话 就是让李达康收敛 和改掉身上的臭毛病 那等调教好了之后 时机一旦成熟 那将来汉东省就是沙里佩的局面 不过如此一来 沙瑞金是满意了田国富呢 他要想进一步 就得阻止李达康上位 谁不想成为一把手的亲信呢 这也是剧中 为什么田国富多次挑李达康毛病的原因 做下来之后 田国富开始提出反对意见 大家看的感觉好像没那么明显 其实已经算是直接说到脸上了 因为刚才沙书记明确的表扬了李达康 他可是一把手啊 这时候身边的人要么附和 东点事的还会奉承一番 可是这关系到田国富未来的政治生涯 所以必须要泼一泼冷水 给李达康降降温 沙书记对田国富的这番话并不感到惊讶 甚至早就想好了对策 那就是顺着这个话题 把一学习也拉上来 接下来也领教下沙书记的智慧和谋略 把新州那位软弱的纪委书记换下来 找一个党型强 原则性强的同志顶上去 好 我同意 那你们纪委好好想一想 派谁去比较合适 这我们可得认真地想一想 因为毕竟达康同志是省委常委嘛 我替你想了一个 你会同意的 谁啊 你很欣赏他 你知道我欣赏谁啊 你极力推荐的 最近刚刚破格提拔的 吕州的一学习同志 合适不合适 合适 沙瑞金是想用田国富 极力推荐的一学习来看着李达康 这样田国富就没话说了 其实沙瑞金知道 在这段反复的时间里 这位积极献车的纪委书记 也是很想进步的 这是人之常情 都能理解 所以想到让一学习来监管李达康 田国富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可是沙瑞金好像低估了田国富想进步的决心 其实这位省纪委书记 他想到的最好的结局应该是杀田配 下面我们就简单解决一下田国富的小心思 就是阻止李达康尚未生长 这在剧中体现了多次 我们挑两处比较明显的来分析 大家还记不记得 沙瑞金到吕州去考察 顺便问了关于一学习和李达康的过去 沙瑞金才知道李达康在这里当县长的时候非常霸道 连一学习这个县委书记的话都不听 接着咱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李达康知不知道党的组织原则 谁是一把手啊 据汉东的同志讲啊 李达康就是这么强势 他做县长 县长是一把手 他做书记 书记是一把手 那他得要当了省长 我还得听他的了 感觉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沙瑞金说 他当省长难道我还得听他的 这好像是开玩笑 又好像是暗示李达康未来真要当省长 田国富立马认认起来 说他还当得了省长吗 他妻子欧阳金的事就摆在那里 沙瑞金马上反驳那是前妻 而且语气上还比较强硬 田国富才识去的不再言语 那话又说回来 李达康为什么能在出事前跟欧阳金离婚呢 还不是沙瑞金的指导 他本来就想救这位改革大将 所以在考察临城的时候 就明确的提出让李达康跟老婆离婚 我不能说沙瑞金就看中了李达康的做事风格 什么风格呢 能干事会做事 出事后也有甩锅的能力 这样就不会连累他自己 那把他提到省长 搞经济再合适不过 如果我这样分析 又有朋友该说我是阴谋论了 最终根本就没体现出 沙瑞金也想进步 甚至是想进北京 但是他如此暴力 李达康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除了发展经济 找不出第二个理由了 有一句说话是这么说的 经济不行的时候 经济任务就会上升为政治任务 经济好的时候 政治任务就是经济任务 汉东城的经济最后好不好呢 电视剧没提 但原著重说 因为抓贪腐 汉东的经济下滑得很厉害 所以沙瑞金想要在中央这次下派任务中 做了出色 就必须抓完贪官 再把经济搞上去 所以荆州市那280亿的项目 必须完美落地 哪怕其中有些利益往来 只要不过分 沙瑞金也应该得是得过且过 这个不需要纠结 也无需争辩 非要反驳说 像沙瑞金这样的人 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贪官 其实有时候真的不能太理想化 我国上下5000年历史文化远远流长 关于贪腐和经济的关系 已经总结得很到位了 从古至今 我国的官场从来都不是清的 因为水至清则无余 也不能是魂的 因为魂就会显示出来水脏 就相当于贪腐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更多的应该是 浊 浊 浊 这两个字把官场形容的是既贴切 又很有内涵 不得不佩服我国文字的博大清深 你看 浊这个字 水至旁加个军 军就证明势力庞大 一旦到了这种地步 那就得亡国 坚决不行 浊这个字 水至旁加个虫 小虫子无伤大呀 购不成太大的威胁 而没有这些虫子 一样的 水里的鱼也得饿死 他们之间是依赖和共存的关系 所以能活下去的政治生态 就应该是 卓 而非理想主义的清 更不是极端主义的魂 关于这种平衡 老一辈总结的也很到位 他们说 王国之道无非就两点 在经济稳定的时候 不查贪腐等于作死 在经济衰败的时候 再查贪腐 同样等于作死 那放在汉冬省 意思就很清楚了 经济一再下滑 如果想救回来 就不能查得太过分 这也属于政治智慧和谋略 因为经济发展 永远比抓贪污腐败更重要 举个简单的例子 老百姓手里端着满满的米饭 当听到贪官落马的消息 他可能会放下碗筷拍手叫好 而当老百姓没饭吃的时候 当听到贪官落马的消息 并不会拍手叫好 因为没空 他要端着碗筷继续沿街乞讨 否则就会饿死在街头 不仅如此 当底层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 这样的消息一旦曝光 反而会增加民众的力气 自己都跪地讨饭了 贪官却吃香的喝辣的 在这样的吃以下 有些已经光脚的百姓 很可能会报复社会 过往近来 这都是有历史教训的 如此我们再回到剧中 就得很好的理解 萨瑞丁为什么要保李达康 因为就需要这样的人 来负责光明峰的项目 有李达康在 才能使这280亿安全的落地 这280亿 可能有些不法分子会贪污小部分 而更多的 还是关乎着 荆州680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不仅如此 有李达康在 后面还会有更多的 更大的项目 那要是这么说 一学习不行吗 他不能发展经济 当然不行 一学习这个人 确实挑不出来什么毛病 但不适合做生意 都说官商不分家 一学习这样的一根筋 不适合跟那些资本家打交道 他的态度过于强硬 眼里揉不得沙子 不仅会拉不过来投资 还会吓跑那些投资商的 这一点 看看我之前解读的县委大院 就知道地方想要拉投资 到底有多难 其实萨瑞丁把一学习拉上来 主要的任务就是监督李达康 让他别太过分 从而不会影响到整个省委班子 也就是萨瑞丁本身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 考虑萨瑞丁这样做 都是对的 对于汉东城八千万老百姓来说 也没错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学习来到荆州 做纪委书记的时候 跟李达康争吵的主要矛盾点 就是经济和贪腐的问题 这其实是个世纪难题 基本无解 跟你说的真些话 我不欢迎你来荆州 荆州八个著名的投资商 现在迟迟不归 两个新加坡 两个台湾 四个香港 那这八个投资商心里面 多少都有点贵吧 不管他有鬼还是有神 荆州永远是要发展的 要发展就要有投资 开发局反馈 有两个异想投资 听说你来 谈好的异想 破腾了 我这个纪委书记上任才三天 才三天 本子里边的图纸都没认权 板队还没作热 我怎么就影响荆州的经济 你现在这样的思想状况 可是有点危险 今天不是我要怎么样 是党和人民已经受够了 绝不能一去贪腐 继续泛滥 天下人情浩浩荡荡 荆州市委书记是我 不是你 荆州六百八十万老百姓 要生存 要发展 要就业 要吃饭 我是第一责任人 不是你 好了 不扯那么远 继续说田国富 田国富反对李达康上尉 还有一处比较明显 那就是据着结尾 篮球场的这段 田国富再次跟一把手 反映李达康的问题 注意此时背景音乐的变化 真是内涵满满 对一把手实行监督弹劾容易 我真替你学习捏把汗 国富 用不着那么操心 咱们得相信李达康 是 那是 但是李达康 毕竟不是独立存在的 你什么意思 他位高权重 他身边呢 有很多人围着他影响他 甚至于 有什么话就说 不 瑞金同志 这是什么地方 篮球场 什么地方 你来之前这是个网球场 因为当年 赵立春喜欢打网球 有人知道我喜欢打篮球 就把网球场 改成篮球场了 你来了以后一个星期 这儿就改成了篮球场 当时呢 你正在下面考察呢 当然了 建个篮球场 让领导干部工作之余呢 锻炼锻炼身体 这并不危机 但是 但是什么 我们得警惕啊 防止楚王好奇 要后宫多饿死的情况出现 这网球场 改成篮球场 是谁改的 肯定是李达康啊 大家想想 省委在哪里办公 肯定是在省会城市 汉东的省会城市就是荆州 这是李达康的地盘 当初为赵立春建的网球场 如果不是李达康下的命令 谁敢猜 所以 田国富说的这些话 就是内涵李达康 他不仅仅是一位改革大将 同时也是拍马屁的好手 有的小伙伴会说 田国富是纪检部门 如果晋升也不能跨部门到政党委工作吧 不是这样的 沙瑞金之前也说过 他在林省做了多年的级委书记 调到汉东才做了省委书记 这里面没有特别的部门区分 全凭自身能力 那田国富有资格做省长吗 有 之前他说过 在江苏的一个县工作的时候 也想过急自修路 可是怕老百姓不理解 就没敢做 其实 我挺佩服李达康的 他是个想为老百姓做事的人 一上任就提出要急自修路 要把全县主要的乡镇都通上公路 当年我在江苏一个县工作的时候 也想到过急自修路 可是研究来研究去 最后没敢 我怕老百姓不理解 那田国富当年 就必须是县委书记 跟李达康在金山县市 是一样的级别 那他们就应该是属于同一届的主观 资历上不想上下 那李达康能当省长 为什么田国富不能 他们都是有过党委和政府的工作经验 都是一步步做上来的 而且我们在看常委会上 田国富就坐在省长的后面 他要是真想进一步 也不是不可能 但我个人认为 萨月经是不会考虑 让田国富做省长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一段很简单的话 田国富说 我当初在江苏也想过要修路 可想来想去 还是放弃了 怕老百姓不理解 而李达康却顶住巨大压力修了 之后金山县的发展才有所好转 一学习才说 佩服李达康的胆量和眼界 而这一点 萨月经已经很了解了 也就是当初临城的他县区 让李达康搞成了旅游景点 足以证明李达康的能力和胆识 那这一对比高下立判 可能大家还有疑问 田国富这不是一直陪在 萨月经的左右吗 看起来萨月经对他也挺重视的 那是因为现在是高压反腐阶段 是特殊时期 也就这几个月的时间 大家现在看萨月经每天和田国富商讨事情 不是因为喜欢他或者是想重用他 因为这是继位的职责所在 那反腐完了呢 贪官都进去了呢 继位的存在感就会瞬间降低 而发展经济才是常态 党委和政府才是一个地区的核心 剩下的都是辅助 田国富作为继位书记 他也想进步的话 就必须成为萨月经的左膀右臂 这点小心思萨月经能看明白 想进步这没错 但省长的位置既是不给李达康 也绝对不会给田国富的 我的猜测大概率 田国富后期会顶替高越良的位置 成为三把手 而这二把手省长的位置嘛 等到清算完汉大帮之后 除了李达康 我真想不出来谁干何事 有人说等中央空降 那就纯属开玩笑了 哪有这样的先例 一个省 省委书记 纪监委书记 省长都是中央空降的 中央培养的人才 也不能都仅了一个省吧 况且一把手 二把手 三把手都是新人 来到怎么说 不也得调研个一年半载的 根本就没有像李达康 这样在一个省 混迹30年的工作经验 要论知根知底 熟悉地形 熟悉当地的发展规律和教训 还得是李达康 而萨瑞金为了防止 打掉一个汉大帮 再来一个田什么帮 继续内斗 所以派医学系 看着李达康 是最有说服力的 也能缓解田国富 自认为的 萨瑞金对李达康 有偏爱之心 那这段对话 萨瑞金的本意 就是在安慰田国富 怕他瞎吃醋 萨瑞金的意思就是 我不是喜欢他李达康 别管怎么安排 都是党内工作 都是为了人民服务嘛 他人品好 资格也够 派他到荆州去做纪委书记 我看没有人会反对 是啊 可就不知道 李达康欢迎不欢迎啊 管他欢迎不欢迎啊 省委派去的 告诉他 同级监督的试点 就从省会荆州开始 李达康和他 年轻时候就是搭档 是共过患难的 不说欢迎 起码是不会排斥 你同意吗 我 好了 不说他们了 田国富为什么我不出来 因为无话可说啊 路都被堵得死死的 确实让医学系来监督李达康很有说服力 也无从反驳 只能接受 不过田国富并没有放弃 就上面我们所提到的 这部剧的结尾 田国富再次提到了李达康的篮球场 也提到了楚王好戏妖的典故 目的还是提醒 甚至是警告杀瑞金 别老是觉得李达康有多好 你的身边这不还有一个人呢吗 好了 开个玩笑 田国富的解读就到这里 我们继续往下看 董伟啊 谁说汉东的老靠山实景风化了 这不胡说嘛 老书记赵立春同志一出手 非同反向 这篇文章 杀书记看了吗 当然了 他是当我面说的 对这篇文章他非常重视 对替沙家帮这个地方 他倒无所谓 要是说他否定改革开放 他坚决不同意 要反驳反击 这个倒不出货 因为他一直以改革派辞聚 他还跟我说了 这篇文章 要让前几任老领导看了 会怎么想 尤其是赵玉春同志 这位新书记 在政治上圆滑着呢 沙瑞金对此文章做出回应 不仅仅是因为高玉良说的什么圆滑 而是将计就计 沙瑞金重视这篇文章 一方面是对于否定改革开放的说法 不能默认 或者是默不作声 得需要不斥反击 得需要一个鲜明的态度 同时也是在欲擒故纵 让敌人放松警惕 沙瑞金回应是一回事 但是在高玉良面前说这篇文章有多夸张 似乎显得有多害怕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这时候赵锐龙还在香港躲着呢 得让他安心的回来啊 要是不露出点胆怯 对手怎么会以为自己又行了呢 还有不只是沙瑞金想让赵大公子回来 更迫切的应该是高玉良和齐通伟才对 因为从这篇文章的反响来看 沙瑞金忌惮的是副国籍领导人赵锐村老书记 并不是说怕他汗大帮 而高玉良和齐通伟此次的筹码就是赵大公子 邪天子也令诸侯骂 赵锐龙要是不在汗东 那他们就没有安全感 所以就必须要让他回来 其他什么玉牙湖环保基金会都是借口 给他打个电话 就跟他说已经安全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跟高叔在一块 那你赶紧让我跟高叔通过话 月龙啊 怎么回事 还不回来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沙瑞金书记对你捐款一亿八千万 建立环保基金会高度评价 对啊 赶紧回来吧 把这个事赶紧办好 不是 高叔叔 不瞒你说啊 我现在啊 是用这个假身份出来的 我就怕回到时候 回去容易 再出来就难了 想的太多了 已经安全了 赶紧回来吧 听我的话 就这样 赵锐龙还是很担心 这一回去弄不好得死在汗东 所以还是不断地在跟刘生打探情报 后来又跟杜总回忆高月亮的过去 这耽误了不少时间 晚上还想着给美女工作凉宵 哪有要回去的意思 齐东卫就让香港的朋友催他 这种催其实就是威胁 你不是说已经找香港的朋友采取措施了吗 对 我让朋友催的了 齐东卫派人送了一颗子弹 如果再不回来 那下次就要派杀手了 赵锐龙吓得不轻 赶紧连夜收拾行李 这里我又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赵锐龙用的行李箱很不符合他的身份 感觉好粗细啊 你看他的行李箱有凹陷 看起来很廉价的样子 要说像赵锐龙这样的大富豪 就应该用地平线8号大旅行家系列行李箱 人家主打的就是细节靠旧 用料扎实 特别适合出差办公或者是长途旅行的朋友 尤其这个宽拉杆的设计 跟一般的拉杆相比 箱子内部无凸起 平平整整 能有效扩大内部的收纳空间 超经营小黄雷推动行走超级稳定顺滑 而且轮着通过了高于行业标准的5倍强度测试 从重越重越顺滑 长途旅行拖着一点都不累 如果是在外上学的小伙伴 过年放假回家带的东西多 那这款行李箱也能轻松解决 他的收纳空间真的超级大 男生完全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 回家赶车或赶飞机的时候 一手拉行李箱 一手还能抄口袋装裤 比起那些大包小包的同学 不知道你会轻松多少倍 对于女生的话 它更加贴切 3比7的不对称相地设计 女生开行李很省力 内部还有防水隔层 平平怪怪的化妆品啥的 都可以往里放 非常实用 另外它采用的是纯PC材质 Z镜墙耐磨信号 不用担心旅途的暴力运输 所以这款高品质又高颜值的行李箱 你真的不心动吗 多种款式尺寸可供选择 现在马上就快过年了 正式出行的高峰期 赶紧买个来解放双手吧 这一页是齐东伟和高晓晴最疯狂的一次 估计他们也能感受得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但剧中肯定不会表现出来他们有多激烈 不过这段原著小说中有提到 这就不得不佩服周梅生先生的文学功底 不写任何卧鳌的字眼 不提任何男女情势 却能把场面渲染得唯妙唯小 这种写作功夫 有个叫莫言的也很厉害 拿着最后的狂欢 就代表这对苦命鸳鸯已经走到尽头 翻云覆雨时的那一声声浪潮 仿佛就像临死前的悲鸣 高考晴能感受得到 这次危机是在劫难逃 这一段导演说是一遍过的 两位演员都很投入 甚至是入戏太深 而他们的精彩演绎 也就代表了从这时候开始 这两位 一个是被权力玩弄 一个是被金钱玩弄的苦命人 想要翻身 想要反抗 想要做人上人的梦想 彻底破灭 很经典啊 再次回顾一下吧 记住的话怎么也不会 那你怎么办 我说过了我要把气下关 为了改变命令 你知道吗 我对了一个比我大十岁的人 对 这代为了你一瞬间 这代为了你一瞬间 我的心就变硬了 我变得什么都不在乎 你的心情我理解 我也一样 从一个瑜伽女到今天 在我身上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对我来说 连在乎的资格都没有了 连在乎的资格都没有了 你不会看不起我吧 怎么可能我没有那么私心 我以前放弃自己 是因为我想成全家人 我希望他们有机会 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那时候以为自己是没有未来的 可是没想到有一天能遇到你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你爱我的每一天 我都是赚来的 你是我的女人 我齐总维一定会对你负责 放心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能够欺负你 可是我想失去你 我想 我们赶上了一个欠的南方的好机会 懂吗 利用这个好机会 我们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也改变了我们长期的命运 两个家族的命运 这种机会 再也不会有 从我们为这个 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我不知道这一切值不值得 不知道 可你要清楚一点 如果我们不付出的话 我们下一代就要付出 可是我还是想奢求上回 你用我最后一次机会 用我最后一次机会 照顾过了这个机会 懂我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想和你 还有我们的孩子说在一起 像一个普通人那样 好好的生活 平平安安的生活 能够享受我们的天冷之温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 赵锐龙回来之后 很快就被省点的人盯上 大鱼已经露面 是时候考虑收网了 这时候其实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 已经可以抓人了 把赵锐龙围堵在机场 免得夜长梦多 但老季不敢下这个命令 上午9点钟的飞机 继续监视 盯住了他 好的 检察长 要不要考虑就在荆州机场收网 这事太大 我做不了决定 要请示审委 又是请示审委 如果当初抓第一针的时候不请示 估计现在也不会出那么多的事了 路易克听到这话沉默在原地 他的意思可太明显了 就是埋怨继检察长胆小 什么都不敢自己做主 什么都要请示 可就这件事按照现实逻辑 是必须要告知省委的 都说纪检委有独立办案权 只要是正义确凿不用跟任何人打招呼 可那毕竟是纸面上的说辞 真要实施起来必须要顾全大局 反罪了就抓人 那是二愣子才会干出来的事 像老季这样的官场扫地生 绝对不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话又说回来 不光说他们检察院 就是田国富的省纪委 党组领导班子有人违纪 田国富也不敢私自调查 必须要请示班长 也就是省委书记一把手 之前大家看剧可能都觉得 纪检委检察院有多牛 按照党纪国画办事谁都敢查 那都是给小孩看的 真正符合现实的处理方法 还得是这部剧 甚至比这更加圆滑 这又不得不感叹人民的名义 真是我国时间内最好的反腐剧了 而不贴切 应该说是最好的官场剧 他把这些平时看起来比较神秘的高官 80%的展现在了我们平头老百姓的面前 说实话真的很难得 下面又是杀瑞金单独找李达康谈话 之前在林城也是他主动来找到李达康 让他跟老婆离婚 这次是告诉他中央在汉洞又有大动作 算是几乎把这次他来的任务全盘托出了 根本没把对方当外人 我总之有这么一种感觉 杀瑞金对李达康是不是有点太照顾了 不说偏爱有加 但总觉得杀瑞金很喜欢这个人 处处敲打和直倒 生怕这次中央反腐把他也拉下来 不过杀瑞金这么救他有个前一条件 那就是别管汉洞乱成什么样 李达康绝不躺着浑水 这也是杀瑞金欣赏他的地方 确实只要能自清还有工作能力 这样的人干嘛不重用呢 还有李达康的情商也很高 做事会维护领导 不增工不抢工说话又好听 现在又离婚了 顾家寡人一个无牵无挂 除了工作没有其他的心思 这样的下属简单高效多好 所以在这方面他可比高玉良强多了 儿子未发乱纪 老子也有责任 哦 你就以前大秘也有这种认识 不瞒您说 以前就有 我跟他提过 他不听 嗯 所以他认为你是胃不熟 就跟你疏远了 嗨 那还是在吕州的时候 他曾经暗示我 给他的儿子媲美事成 我没同意 从那以后 他就疏远我了 他怎么暗示你了 哎 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他看 我两个女儿 就这么一个儿子 你帮他那就是帮我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 李川书记 三百万吕州百姓 可就这么一个月呀 糊啊 那可是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 如果污染了的话 我就是千古罪人 说得好 在这一点上 你比玉良同志强多了 李大康说的是原话嘛 谁也无从考证 沙尔玉京不可能直接去问赵立春吧 所以李大康这时候就应该怎么漂亮怎么说 怎么能让三十世纪高兴就这么说 这一点李大康一直都做得很好 明天巡视组可能找你谈话 要了解赵立春同志 在汉东主政时的一些情况 你实实求是呗 好 其实我已经接到同志了 您放心 我一定会对组织实实求是 沙书记 有个情况 什么事儿 检察员来电话 说赵立春他 沙书记 我先回避一下 不用 赵立春入关了 是的 赵立春他已经从深圳的黄岗口岸入关 现在已经在飞往荆州的飞机上了 有关部门知道了吗 知道了 检察院正在盯着 纪昌明检察长说 要不要在汉东机场抓他 告诉他不用着急 他已经承诺要把美式城的拆迁馆全部捐出来 咱们得让他实现了这个当慈善家的愿望再说 这招就有点意思 在坏人那里肯定叫阴险 在好人这里 那就是高明 赵立春为什么要等到赵立春捐出那一亿八千万之后才抓人呢 这里面有个小支点没有给大家挑明 就是像赵家这样的大老虎一旦被抓 都是没收全部拆散这些巨款 最后都要上缴国家的 那在没抓之前 没被恋爱调查之前 搞越雅虎的环保基金赔偿工人的股权 这些都是正当程序 也都是应该这么做的 那这些钱能被留下来最后受益的是谁呢 潘东省的老百姓啊 所以我才说这招挺有意思的 人家都是农民翻身把歌唱 他们是先把地主掏空再翻身把歌唱 所以高啊 当时他已经表示出这层意思的时候 李达康赶紧说自己的那四千五百万 这叫啥 这叫举双手赞成 是拥护 是附和 是跟随领导的脚步 不仅是这马屁拍的恰到好处 同时还能解决大风场那块烫手山羽 何乐而不为 其实还有第三层意思 就是李达康趁机把四千五百万下岗工人的安置费 还没有落实的这件事 汇报给领导了 为啥没落实 不是我和荆州市委的问题 是赵锐龙的问题 所以这钱还得是他来出 如果这钱没到位 那赵锐龙还是不能抓 沙瑞金听完就笑了 这就相当于是默许 这叫啥 这就是政治默契呀 沙里沛也真是绝了 下面的对话 又是沙里金在指导李达康 让其改掉之前那些臭毛病 现在说的直白点 就是沙里金在教李达康做事 之前可以既往不咎 未来不能再这样 如果你继续这么强势 那做了省长还真叫我听你的不成 不过沙里金说的比较委婉 也没有挫败李达康敢打敢拼的锐气 虽说是在调教 不过大体上还是令人满意的 我们仔细听这段对话 看看你是否能听出来 沙里金对李达康的偏爱 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前两天你在懒政干部学习班上的讲话 我看了那就是霸气十足啊 尚书记 这个试点可是您让我做的 说话不重一点 那些懒政干部根本记不住 我觉得交往就得过正 是 没错 实际上我是支持你的 我把你那讲话 推荐给别的干部看了 包括田国副同志 让他们不妨也这么做试试 可是大刚总长 咱现在不是总结经验吗 我是班长 那该提醒得提醒 该拽拽袖子就得拽拽袖子 尚书记 我昔耳恭听 据说丁一贞出了事 你这个等一把手的 首先想到的不是自省自察 而是醒人骂人 把人家世纪委书记 臭屁了一通 有没有怎么回事 有这事 有这事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张嘴就出来了 你这就是一把手当挂了 好多毛病是不自觉的 不是 权力不受监督 事实上很危险 我不是说别人 是我自己 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 我干了很多年 基本上是事情干一件成一件 我要不想干的事情 别人也干不成 县面有没有人反对我呢 有 但是很少 除非他不要无纱帽 同级的纪委检察院都不敢监督我 也监督不了我 杉书记 其实我也有同感 在荆州市 谁也监督不了我 这个话题留给下一期吧 讨论的点就是同级监督真的有效吗 又想讲明白这个 就不得不聊聊 这位一直都不敢写的省委书记Sari金了 本期就先到这里吧 下期应该就是最后一期了 我争取年前就发出来 让你我都没有遗憾 来年咱就新年星期下 开新坑 开启新的进步旅程 视频制作不易 大家记得帮忙三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